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師 我覺得他聲音好大聲喔 喔 這樣應該比較好一點吧 好 我們直接挑戰那個BOSS啦 有沒有想說練一下等級了 好像算了 好 我們這邊快點吧 好 我們來到這個高塔啦 高塔裡面呢 喔 有電梯喔 左邊是什麼 出去嗎 OK 好 進電梯 所以你剛剛說那個詛咒的刀 就是其中一個神技是嗎 是的 沒有錯 那麼我或許之後會被詛咒嗎 觸男是不會受到詛咒的 感覺不被詛咒也沒有覺得開心呢 到他地了 請問有人嗎 那裡有一個人 沒錯 就是那個人 他手上拿的就是受詛咒的刀 他好像也注意到我們了 準備一戰吧 好 好帥喔 還蠻酷的耶 這個音樂 這個音樂 聽說用毒藥會比較好打他 聽說用毒藥會比較好打他 中邪了 中邪了 喔 我miss喔 我一直中邪 他一直不扛我是怎樣 拜託你扛我 拜託你扛我 哇 他那個分身好帥喔 欸 打不到他耶 還是他只會放這一招 再打一次 喔 打到了 打你 啊 我中邪了 喔 我中邪了 賭你 哇 好痛 呼血呼血 雖然這個畫面很簡單 但是其實還蠻有趣的 耐玩性是夠的 都可以 可以 好了 沒中毒了 好 沒中毒了 我擦你 啊 沒有打到 再放一個 援護防禦 這個RPG的遊戲我最在喊 鋼鐵觸男 哥哥 一直打不到他 哎呀又中了 好 最後一個爐藥 又中血了啊 可惡 好痛喔 欸贏了贏了 二零劍勝掛了 兩千枚金幣 我們把他打敗了 欸他被打敗都沒講什麼話欸 好像沒想像中困難嘛 因為我也說了 他只是一個普通人 而且打敗他或許不少金幣 可以繼續完成我們的昏房了 對了你拿到神器了沒有 拿到了 Gate 的確我拿著他 並沒有感到一樣 那麼就證明 是一個真正的觸男 好吧 以後這刀 找我冒險就容易多了 繼續賺錢 玩上昏房吧 好的 你先抓任何東西的刀 蛤我先抓進去欸 為什麼覺得打完好空虛喔 哈哈 真的我打完好空虛喔 就是覺得 他應該講一點話啊 沒有講話他我好難過喔 嗯 從兩級升級到三級的罐頭 我可以直接買這個嗎 還是要一次一次買一個 好我們先買這個 兩級升到三級的 買兩個吧 然後先給 然後再給女主角 等級還是很重要 要不然獲奇打不贏 而且 那個小怪打不贏 你就沒辦法賺錢了 我們自己先這樣走好了 就是 下一局就是打 那個 另外一個神器的boss吧 好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頻道主要放我的影片 按下訂閱 呃 又要假設訂閱我 跟鈴鐺記得打開 訂閱我更新影片 你就能收到通知喔 謝謝大家 謝謝收看 掰掰